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be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就这个访问方式呢 我还是想强调一点 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是没有明白 那我为什么在Windows下就能访问到Hadobe的一个情况呢 之前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之前配置的Windows下配置IP和host映射 我也演示过了 就是这个地方将Linux的IP和hostname做一个映射 那我去访问这个hostname就相当于访问IP就感觉像是本地一样 实际上我访问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IP 这个IP呢是一个Linux相当于一个远程访问 就这么简单 好 这地方就有些时候我们这种需求就是比如说我前面在湖南移动 然后也是这样 就你这台机器啊去访问一个远程的一个外部服务 但是你又不知道他你又不能用IP去访问 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把它的这个对应关系设置到这个刚才说的这个Windows下 尤其啊在这个呃很多机器 它显示的时候呢只能显示出这个host的这个名字 但它IP看不见那你只能通过这种hostname的方式去访问 或者是去查看它对应的IP所以很麻烦 好 这是一种小技巧 那有人问能不能在Linux本身下面去访问呢 那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虚拟机 因为有些人安装的是可视化的可视化的 那可视化的肯定可以的 如果你不是可视化的呢 那你是不行的啊 那这里面呢也有火壶 我们打开一下火壶浏览器 那老师推荐呢是不要安装这个可视化的这个 这访问是很快 因为毕竟它是本地嘛 那跟windows在浏览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相当于它是一个外博对吧 好 这就不做多子演示了 肯定都是一样的 所以 我的这个小技巧呢 就是方便用户在windows下 直接去访问Linux一些东西 是很方便的 无论是由调试还是查看一些内容 那紧接着呢 我们安装了这个Hadoop 我们这个Hadoop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验证 之前讲了Java的这个安装 以及它的这个验证 是Hadoop 对吧 那在Hadoop中 我们去验证一个环境是否正确 我们用什么呢 当然 也类似于Hadoop 但它的这个里面不叫Hadoop 叫Word WordCount 就是说单词的统计 对吧 好 那我们通过一个WordCount 简单的去演示 Hadoop的环境是否安装成功 那这地方呢 大家先不要纠集我的具体 大家看一下效果就知道了 后续呢 我会仔细的讲解 MapReduce实现的WordCount 一些程序的解释 这地方只是一个测试 好 首先 WordCount是什么 是单词统计 好 我们先创建一个文件 很记得创建一个文件怎么创建吗 Touch WordCount.txt ls一下 把这个文件创建好 好 我们给这文件也写一些内容 怎么写呢 vim WordCount Table键 写 写为什么呢 写 I like Hadoop I like 空格 加网 I like Spark I like Stone 这样写出很无聊 好 我们再写几个 Hadoop 加网 Spark Stone I like 虽然是个并句 但是我还是写的正规一点 那就是这样子 I like I like 那我为什么制造这么多重复的内容 就是为了看到效果 是吧 好 这地方再来几个 Hello 加网 Hello Spark 哎呀 就这样 按开动 对吧 就这样 好 这些单词写完了以后 保存推出 我们将这个单词呢 传到 因为现在在本地 所以我们要传到 HFS上 怎么传呢 这里面 有一个 不得不说的一个地方 那有些人呢 安装的Hadoop 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 格式化 格式化这地方出问题了 它怎么格式化呢 都不行 怎么办呢 这地方呢 首先你要删除这个文件夹 请问如何删除这个文件夹呢 那还用说 对吧 你肯定不知道 对吧 当然我也知道 你知道 我还写一下吧 rm-rf 然后这个文件夹 因为这个老师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到底是哪一个文件 我看一下 那就是删除这个文件 或者是这个文件 temp 我怕的是 有些时候我复制 少复制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我没法重 重现错误了 因为当时好像我出现过 我也忘记了 就在这地方给它补一下 有些人安装不成功的话 就这样做一下 好吧 那停止这个hadoop机枪怎么停止呢 就是用的stop-on 实际上呢 在这个启动的时候呢 给大家没有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东西 它有哪些东西 其实在hadoop中呢 你可以一次性启动所有的进程 那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启动 比如说你可以 这是所有的停止 对吧 你可以去启动一个 嗯 这个节点 还有这个 启动所有的这个sleeve 是吧 还有master 还有一种方式启动 还有启动这个 停止 还有这个均衡等等 它这脚本子很多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还有就是一个小问题 就是有些人会问这个 我为什么使用hadoop这个fs-ls- 每东西呢 或者说它爆错了呢 说是没有这个hadoop这个命令 我只能说你的配置呢 环境变量没有加进来 看一下我的路径呢 就是在任意路径下都可以 随意 任意路径包括到根目路都可以 比如说根目路 就是在这个地方 profile里面 加入这个 这个问题是新手经常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没有将这个hadoop的路径 这个路径放到这个path里面 就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hadoop bin 把这个bin放进去 然后导入 这样的话 然后你生效 然后用sauce etc profile 生效 然后回车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讲解hadoop的 首先我们是将刚才的文件 上传到这个hadoop上 hdfs上 那怎么上传 hadoop有个命令 hadoopfs 文件系统对吧 -put 就是上传的意思 然后这个文件 wordcount 上传哪去呢 开始到码开动 回车 好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hadoop自带的一个 Hadoop hdfs 上传的一个路径 看一下上传 上去没有 如果没有报错的话 说明上传上去 然后-lf4 就查看 查看哪呢 马开动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 刚才我们上传的一个文件 就叫wordcount 好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hadoop自带的一个样例 算是一个架包 然后用心一下wordcount 看一下我们集穷到底有没有问题 -lf4 一下我们看到一个hadoop的一个xamples 这个架包就是一个hadoop自带的wordcount 里面就有wordcount 那怎么样用行 这个wordcount 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就是上传 紧接着我们用行 用行怎么用行 对吧 注释一下 上传文件到hdfs 这个我们加到一点手机档不能忍 对吧 好 这地方是用行hadoop wordcount 单次统计是吧 怎么用行 也很简单 就像运行一个架包一样 hadoop里面提供的是hadoop 然后架包 然后是类名 主类的名字 然后是一个输入路径 然后是一个输出路径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wordcount 好 我们复制一下 那这地方 因为我们刚才修改了一下 它的上传路径是马开东 wordcount 然后输出路径是马开东 然后output1 让我们回撤 好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一下 哎 报错了 好 我就喜欢报错 它报什么错呢 我们看一下 他说呀 这个 好 output1已经存在了 我们看一下 哦 确实存在了 是吧 那么2也存在就不用了 3也存在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我还是想再来运行一次 这个时候我们改一下路径 我想让这个错误再出现一次 看一下他还有什么错 回撤 当然这是我故意犯的 好吧 好 现在看一下 因为这个新手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找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地方他报了一个错误 说是这个用户组就权限问题 哎呀 就是很多人找了半天 哎呀 这怎么回事啊 我的这个没有写错呀 我跟老师写的一样啊 怎么可能出错呢 仔细看一下跟老师写的一样 他在这地方少了一个杠 这地方少了个杠 就说杠的意思就是跟路径 但如果你少了一个杠 因为这什么呢 就说是一个相对路径 对吧 杠是一个绝对路径 如果你少了一个杠就是相对路径 他就会去找当前用户是root 对吧 他就会去找 user为root的这个账号 下面的马开东 对吧 下面的word count 那我们从报错中也可以看到 他去找了哪个呢 他去找了 user下面的root 下面的马开东 下面的word count 对吧 对吧 所以这样子呢 是找不着的 因为我们的word count 的文件呢 是在 更路径下的 杠马开东 对吧 我们继续看一下 dopefs-ils 跟路径下的马开东 是在这儿的 对吧 如果你去访问userroot 在下面的马开东 显然是没有 因为在这ls以后 他就没有显示出来 马开东目录 所以肯定会报错 好 我们返回一下 把这个改成一个5吧 输出一个第五个文件 对吧 output5 回车 这个时候呢 就运行了word count 看提交一个照顾 他的ID是这个东西 0% 1% 好 这个时候我们赶紧切换到 这个可视化界面中 看一下照顾 这时候呢 他就有了这个任务 对吧 刚看我们运行的 这已经运行完了 我们看运行完了吗 确实他运行完了 运行完了以后呢 就会有一个结束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界面 去查看他的运行状态 比如说他运行了 百分之二十三十 都会在这进度面显示出来 但是我们要频繁去刷新 好 那刚才运行的 点的是006 看一下 这就放到他的运行的一个详情 刚才英语老师呢 点的是详情 所以刷不出来 说一直要照这个ID ID呢 就刚才那个006 他的运行状态呢 是成功 对吧 他有一个招勃 对吧 也完成了一个 然后有一个map reduce 有一个map 他完成了 有一个reduce 他也完成了 好 最后的结果 看一下 跟这个界面上打印出来的 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这打印出来 和那个上面是一样的 看这个运行的比较详细 就是说完成百分之百 map到reduce 然后reduce 然后reduce 完成正方的输出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他输入了map记录数是10 reduce 现在还输出结果是这样的 然后用hadoopfs-extxt 然后-一个新 简单一点 好吧 我们先ls一下 以免有些同学不明白 好 ils一下 好 这地方他就输出了一个 part-0000 这个就是他的输出文件 并且有日志 我们不看日志 但也输出他状态的成功 Linux中一切接文件 大家也能看到 他什么都是以文件方式存在的 这地方看一下 看一下内容 怎么看的 用text 自撤 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到 刚才我输的这几个单词 他做出了一些统计 i 你看出现了7次 hello hadoop两次 smart开动一次 storm两次 对吧 好 这个和我们刚才的 这个是一致的吗 我们大概验证一下 好吧 开灯 就是出现了一次 对吧 一次 spark用行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好 那就不用验证了 因为这个程序是不会骗的 你只要验证了一行两行正确 剩下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im可确定一次 好 这个时候的输出和查看内容都是一样的 说明我们的这个 hadoop1.1 这个版本就是安装和运行都没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编写各种复杂的Meproduce 对吧 希望呢 这节课有所收获 对整个分布式的运行过程有所了解 我希望真的是对一个新手来说 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人没有入门一门技术 其实他就输在了这个起点上 没有这个环境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环境 去学习他 跟着我的步骤 然后去做去想 遇到的问题我也是给大家暴露 我知道的问题我都会在课堂上暴露出来 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 不像是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出现的问题全部屏蔽 当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很郁闷 甚至觉得怎么可能老师都做出来 我为什么没做出来 那有可能就是说老师会把这个出错的过程删除 本身他也出错 但是他不承认 他不愿意在学生面前出场 那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那我那时也是一个谦虚的人 也是真实的人 我也可能会在课堂上出现什么错 我希望呢也互相学习 互相指出 然后也可能会有人问 哎呀你讲的这么烂 还出各种问题 还来讲课 那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我水平也一般也有限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课程不太好 那你可以选择其他老师 他们可能讲的会更好 那在我的这个不导师之路上呢 我希望我是以分享的心态 谦虚的心态去传授我认为值得交给你的东西 毫无保留的去告诉你 怎么来的怎么学的怎么出来的 原理以及实战统统都有 我希望有所收获 今天也吐槽挺多的 希望大家能理解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